现场民众共同为凤凰木松土 宣示老凤凰书医生公民绿色行动启动 在书医生的建议之下 进行凤凰木的生长鸡盘整顿 以提供良好的根系生长条件 后续将针对老树群周边松土 并加强树木根系及排水 一般来说我们在做老树的一个救治活动当中 我们一定会尽量松土 让它能够变得松软 根系能够伸展出去 所以这次的重点在于 我们如何让这些土壤 这些根系能够再生 是我们的救治的重点 那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些老树 老树里面很多都是中空甚至腐朽 我们要进行一些外科的处置 所以帮它做修剪 然后伤口的修复 让它能够百年永续健康的生长 而为了协助凤凰木群呼吸及排水 让根系有活动空间 帮助吸收养分 并在循环绿工艺的基础下 工艺中心征求组装置艺术创作者 康宜倩的同意后 拆解与老树群相伴联育的足够艺术装置 有奉来依 将其主管材料作为植栽基盘改良之菜 老凤凤树60岁需要我们的养护 需要它的基盘需要做一些更新的更新 今天的这样的行为 我们利用自然的循环采 利用公民的行动一起来养护 大家共同所守护的60年来 大家共同的回忆 因此我们才名为是一种叫做自然循环律工艺 我们是一种社会的循环 也是一种自然的循环 助力园区内稀有的老凤凰墓群 陪着社区的居民走过一家制 形成自然人文共存的集体记忆 县远蔡明轩期许透过活动的办理 让更多人了解老树的重要性 并让这些凤凰树能够百年永续 陪伴大家更久 发展同时也见证地方社区共同陪伴的会议 也特别请来我们的一个树医生 来跟我们在地的一个居民 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守护的一个活动 当然也是要倡导大家一起来守护树木 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树木 也要呼吁大家爱护树木 大家平常就要一起来做一个关心 让美好的一个树木 都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公益中心也针对老凤凰树医生 绿色公民行动举办树木专题讲座 生态活动体验等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 透过活动让民众在参与的过程中 学习倾听树木的声音 关心守护树木生长环境 有兴趣可以致盖中心的脸书专页 记者洪一伦 曹成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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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